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章我们读到 所罗门年老时离弃神 跟随他的后宫妃嫔拜偶像 神发怒 惩罚所罗门和他的后裔 从他儿子罗伯安的手中将国夺回 神兴起以法连人耶罗伯安 率以色列北方十个支派反叛罗伯安 脱离耶路撒冷的统治 先知雅西亚对耶罗伯安预言 我必拣选你 使你照心你一切所愿的 做王治理以色列 以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向我仆人大位所行的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立坚固的家 像我为大位所立的一样 将以色列人赐给你 列王记上十一章 三十七到三十八节 然而 耶罗伯安做王之后 完全忘记神的告诫 他在蛋和伯特利造金牛犊 带着百姓敬拜假神 耶罗伯安在邱坛那里建殿 将那部署立位人的凡名立为祭司 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十一节 耶罗伯安所行的 让自己的全家陷在罪里 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南国犹大王罗伯安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他作王的十七年间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 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 盼望我们读完本章 以南北二王的教训为警戒 竭力遵行神的话 走在正直的道路上 今天的经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到二十节 先知亚西亚预言耶罗伯安的结局 一到三节中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得了重病 亚比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父亲 这个儿子大概是耶罗伯安早年所生 那时他还敬畏神 心中骄傲的以色列王 在平时不遵行神的律法 到儿子生了重病 束手无策的时候 他才想起神来 他让妻子乔装打扮 带着礼物去释罗 找先知亚西亚 他一方面希望 听到先知没有偏见的预言 另一方面 他大概因为政治的原因 不希望人知道儿子病重的消息 亚西亚虽然年纪老慢 眼睛发直 不能看见 但是神小遇他 来找他的人是谁 并告诉他当说的话 第六到十三节 神借亚西亚的口 审判耶罗伯安的家 十四到十六节 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 《灵王记》上十四章七节 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 立立作我名以色列的君 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 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 遵守我的诫命 一心顺从我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竟行恶 比在你已先的更甚 为自己立了别神 祝了偶像 惹我发怒 将我丢在背后 耶罗伯安成为以色列王 完全是神的作为 在经历神的作为之后 我们礼当谦卑感恩 将荣耀归给神 并谨慎小心 照着神的吩咐行 耶罗伯安却心中骄傲 窃取神的荣耀 将作王的功劳归给自己 神审判他的两宗罪 第一 他没有做正确的事 没有效法大卫 没有顺从神 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第二 他做了邪恶的事 立了别神 祝了偶像 离弃神 敬畏神的弟兄姐妹 你可知道 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 都被记载在神的生命册上了吗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保 而被神审判的罪 包括我们行的恶 和我们不去行的善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盼望神对耶罗伯安的审判 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 顺服神 行正直的事 亲近神 远离神不喜悦的事 十到十三节 神对耶罗伯安家族的审判 甚为严厉 必除尽耶罗伯安的家 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不仅如此 反属耶罗伯安的人 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而亚比亚 耶罗伯安生病的儿子 也逃不脱死亡的命运 只是因为他曾经 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显出善行 亚比亚得以入土为安 以色列拉比的传统中说 亚比亚的善行 指亚比亚反对父亲耶罗伯安 禁止百姓到耶路撒冷 敬拜神的宗教政策 十四到十六节 神审判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跟随 耶罗伯安拜偶像 他们被神审判 第一 他们被击打 摇动 如同水中的芦苇 第二 他们被拔出 分散在大河那边 第三 他们被交给仇敌 北国以色列 一直没有从 耶罗伯安罪的影响中走出来 至终 在大约两百年以后 主前七百二十二年 北国以色列 被亚树帝国所灭 以色列名被掳到亚树 十七到十八节 是先知亚西亚 预言的一部分应验 耶罗伯安的儿子 亚比亚死了 被人埋葬 十九到二十节 是北国以色列第一位国王 耶罗伯安的结局 耶罗伯安做王 二十二年 就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拿达 接续他做王 第二部分 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南国犹大王 罗伯安的一生总结 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是南国犹大的王 罗伯安一生的总结 这段总结成为一个模板 在列王纪中 每一个王都以这种方式总结 这个模板的结构如下 一和时登基 二做王多少年 三如果是南国犹大的王 母亲是谁 四行善还是行恶 为什么 神对罗伯安的评价 是个恶王 他的恶乃是容让犹大百姓 拜偶像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而且国中有鸾铜 就是在神殿中 卖淫的南昌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赶出的外邦人 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列王纪上十四章二十四节 因着犹大人偏离神的道 神借埃及法老誓撒 审判尤大 神允许世撒来攻击尤大 为的是让罗伯安明白 他的国位兼顾 不是靠军事 也不是靠外交 唯有依靠神 世撒夺了耶和华殿 和王宫里的宝物 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 代替那金盾牌 所罗门的金盾牌 标示着所罗门王朝的繁荣富足 所罗门王死后不到五年 他的国度分裂 平安不在 百姓堕落 一生积攒的财富 被法老全部夺走 神借着所罗门的一生 让我们看到 人所追求的聪明智慧 富足尊荣 世境平安 没有一样可以长久 也没有一样 能让我们更爱神 顺服神 就如诗篇三十九篇六节所说 世人行动 时系幻影 他们忙乱 真是枉然 急需财宝 不知将来 有谁收取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是南国游道王罗伯安的结局 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 他列祖的坟地里 请注意 在这一段中 两次提到罗伯安的母亲 名叫 拿马 是亚门人 刻意强调 罗伯安的失败 与他拜偶像的母亲有关 总结本章 南北两国的王 都在拜偶像的罪中失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与这两王一样 若是不仅行祷告 每天靠神兼顾信心 很容易就落入拜偶像的罪中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效法大卫 一心信靠 顺服神 一心走在神的正道当中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借两个王的结局 告诉我们当行的事 帮助我们一生靠主 兼顾信心 谨守遵行神的律例 典章 心里眼中看为正的事 远离罪恶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妹